除了失业 另一个受到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房价问题 来看到最新出炉的标准普洱凯斯席勒指数显示 美国的房价已经连涨5个月 那么纽约市的表现如何 各个地区的涨幅具体又有什么差异 我们记者来自纽约的报道 这份最新出炉的标普凯斯席勒指数显示 全美20大主要城市6月份房价持续上扬 与5月份相比平均上涨2.3% 与去年6月相比则上涨0.5% 这是自2010年9月以来 首次出现的年度同比上涨 这个结果再次为美国房市的稳定复苏提供了佐证 在20个主要大城市中 纽约市6月份的房价比5月份上涨2.1% 排名居中 业内人士表示 在金融危机当中 纽约房价没有经历过像其他一些城市那样的惨跌 所以反弹比较适中 我们的市场上涨了一段时间 但我们开始从其他市场上涨得比较早 我认为因为因为有限的货币 它会帮助到价格上涨 与一年前相比 全美的房价指数上涨了1.2% 年涨幅最高的是凤凰城 涨幅达到了13.9% 其次是明尼阿波利斯 涨幅5.7% 这个城市曾被美国住房建造者协会评为全美最宜居城市 相比之下 纽约市的房价仍然比一年前低2.1% 但从季度房价指数看 今年第一季度房价比去年第四季度上涨1.4% 第二季度又比第一季度上涨2.1% 显示房价正在加速上升的通道之中 新唐人记者曾曾 纽约报道